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未来的方向的一些迷惑 迷茫 对 那我大概讲一下我的解牌方式 我会使用塔罗牌 我也会用神域卡 但是我不会完完全全的根据牌面给我的讯息去解读 当然我也会去参考 但是我会更多的是去链接到你的能量 去链接到这一组牌的朋友给到我的一些讯息 我会尽可能的去把它讲到各个方面 我所看到 所听到的一些讯息 对 那今天我想要来做一期视频 是关于 其实我没有想好名字 但是因为今天是2020年的最后一天在美国 那在 如果你是不同时区的话 现在可能已经是新的一年的第一天了 对 那我所以我今天想要做一期视频 是想要送大家礼物 陪伴大家度过崭新的一天 陪伴大家跨年 对 那我今天准备了四组牌 分别是一 二 三 四 那用你的第一直觉去选择一组牌 或者两组牌 因为是属于你的礼物 所以你想要多几份都没有关系 好吗 那 选好的朋友可以下拉到下面的评论区 那边有时间节点 那没有选好的朋友可以在这边暂停 OK 那我们先来看选择第一组牌的朋友 也有8 of swords King of pentacles 9 of cups 6 of swords 选择第一组牌的朋友 我立刻听到一个讯息 在我放牌的时候 你们的 之前 我不知道是在2020年 还是在 在久以前 你们所有的身上的一些 伤痛 一些束缚 一些被绑住的事情 快要去 快要得到解放了 那这个绑住的事情 它可以是 比如说一段关系 你可以从那段关系当中解脱出来 那也有可能是 比如说一份工作 你觉得你做得非常非常的不开心 你做得非常非常的绑手绑脚的 你会从那份工作里面跳脱出来 你会去找到另外的路 找到能够满足自己的 真正去听到自己声音的 这么一个事情 让你能够去 就你的内在能够充满 你的能够去符合你当下的那个磁场 那个能量震动 那个频率的一件事情 或者是 如果说是从一段关系里面跳脱出来的话 我会看到 你跳脱出来以后 你能够成为一个完整的你自己 你开始想要去做真正的你自己了 不再被 被绑住了 就是 我大概说的形象一点 就可能在这段关系当中 你会优先去考虑 他的想法 他的情绪 然后再去决定 你要不要去做这件事情 要不要去 就是 要不要去 比如说 反正就是你要去符合别人的想法 来满足到 然后再来 再来调整自己的 想要的一些需求 那我会看到这些东西 你都会 把它松绑了 这些束缚 隐形的束缚 你会把它松绑了 你会接下去 开始真正的知道自己要什么 开始要去做什么了 那我会看到 另外一个讯息是 你会 可能有些朋友会想要去 别的地方去度假 去 旅行 那可能现在的 目前的这个状态 实际上的状态 还是没有办法去做到这一点的 但是 哪怕是你 就是 比如说你在网路上面 去看看别国的风景 那些图片 就也能够帮助你一些 去放空你的一些想法 去调整你的整个内在 去帮助你疗愈到 对 对 我会看到 其实宇宙想要告诉你 现在的这份礼物是 当你把这些东西去 从你身上 去把那个 那个绳子去解开了以后 你会看到你自己 就是有一种 很自信 充满光 就是 很有光彩 让别人就是一眼 能够看到你的那个样子 就是很自信 满满的那个你 对 那我这边再看一下 我们还有什么样的礼物 给到 我们选择第一组牌的朋友 这种 二的王 Seven of Pentacles Ace of Swords King of Cups OK 如果说你是一个单身的朋友的话 我看到会有很多很多的 倒也不至于很多很多 但是我看到 反正不止一个 可能还不止两个 对 桃花会来到你的生命当中 你的周围 那 他们是比较成熟的男性 也有可能是家里比较成熟的男性 给你介绍 比如说相亲的对象 或者是 或者是这个人 他本身很比较成熟 那他的 想法也好 他的一些 就是他会深思熟虑一些事情 然后才会下去做 然后这个人他给我的感觉是 他的话不多 但是 他心思很细腻 他是一个很体贴的人 他可能年龄比你大一些 或者是他的心理年龄比你大 对 这个是我看见的一些讯息 对 也有可能是家里的男性长辈会给到你这样子的一个讯息 这样子介绍一个人给你 那 在工作上面我看到 选择第一组牌的朋友 有很多新的机会 你们会有 就像我刚才讲的 你们会有出国的机会 会有去 就比 比你现在所居住的地方要远 很远的地方 离你现在所在地要 比较远一些的地方去 会有一个发展的机会 会有一个拓展的机会 或者是 你在网络上 你可能做的生意是那种五湖四海 就是跟 就是把东西卖去国外啊 或者是卖去很远 就是离你现在所在地很远的地方 对 那我看到其实 你们的一些 努力 各方面的 之前所投注的一些心血 有回报了 开始有成果出来了 有那个展现的东西 有实质上的东西出来了 那选择第一组牌的朋友 其实你们 你们是一群很聪明的人 你们的思路 很清晰 你们的一些思维方式是 就是你们会把 事情捋得很清楚 就是不会很 在做事情的当中 会变得很混乱 我会看到 在接下去 你们的脑袋里面之前的那些想法 会给你们带来 创造出一些更新的东西出来 你们会有一些很新的想法跑出来 这个新的想法 可能是别的人都没有去 讲过的 没有去说过的 那 另外也有可能 你们会从别人的口中 接收到一些讯息 接收到一些新的消息 那这个新的消息是对你非常有启发 非常有促进的作用的 对 OK 我这边再看一下还有什么样的讯息 那我看到你们原本的生活 如果说你原本的生活 我打个比方 是处在那种 惊涛坏浪之中的 就是那个很不太平 很不太顺利的 就是事情有点磕磕盼盼 总是有那种麻烦的事情来找到你 我会看到现在事情 它开始变得顺利起来了 它开始往上走了 就是那个 如果本来那个惊涛坏浪 它现在开始水平面 就开始比较平整了 比较没有那么难走了 那我会看到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个人 如果说你现在不是要找桃花 你是 就是你已经有一段稳定的关系的话 我会看到你身边会出现贵人 那如果说你是在找桃花 那刚才我说的那两个桃花 可能会有 会是你的 能够帮助你 就是脱离你现在这个 比较惊涛骇浪的这段时期 能够辅助你前行 能够帮助你去 能够在这个比较混乱的时期当中 给到你一个一份安慰 能够疗愈到你 那刚才我讲到的 现在如果说你不是找 找另一半 如果你已经有稳定的关系 那在事业当中 这个人 这个贵人 能够帮你拓展你的事业 能够引领你去到另外一个方向 应该不是说另外 完全相反的方向 但是那个方向是 能够帮助你的事业版图 去扩大的一个 一个人 对 对 我们这边还有 Fulfillment 我就刚才有讲说 你们会把身上那些绳子解开了以后 你们会感觉到内在得到满足 你们看到你自己想要的东西 感到就是那种轻松的感觉 会让你们感觉到你们的整个情绪被充满 那种开心那种喜悦是由内而发的 Abundance 你们会迎来很多的丰盛和美好 不管是在事业上也好 还是在情感部分也好 还是在人际关系上也好 Rebirth 重生 你们会 就是我刚才讲 你们所有过去的那个惊涛骇浪已经过完了 现在要开始走得比较平顺了 那个路很平坦了 对 那这个是我给选择第一组牌的朋友们的一些解读 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咯 那大家新年快乐 谢谢你们 Bye OK 我们来看选择第二组牌的朋友 新年的礼物是什么 Nine of Pentacles Two of Wands The Tower Page of Pentacles OK 选择第二组牌的朋友 有一部分我会觉得你们跟第一组牌的朋友 有一些Double倒 是什么 是你们会接下去会有一个自我的满足 自我的丰盛 你们会展现出一个非常自信的你自己 非常闪耀的你自己 而且你们会在众人的人群当中脱颖而出 就是你在人群面前 你也是那个自信满满的你 你不会怯场 你不会就是变得有点害怕人群 或者远离人群 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一直都会在那个那个人群当中 我的意思是当你在那个的时候 但是你的内心 我还是会觉得你更想要一个人独处会比较多一些 对 但是在人群面前的你会给别人一种非常自信 非常的 就是各方面 方方面面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就比如说经济条件啦 然后工作啦 家庭啦 就是个人的整个气质 一个气场 就是那种非常有 想要去展现你自己 想要去表达你自己的那个感觉 会给人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对 那我会觉得是 嗯 你2020年 和2019年 或者是 其实更多的是在2020年 你蛻变了非常非常的多 嗯 你把一些很多旧有的东西 一个 旧有的模式 就是去清除掉了 嗯 那可能这个模式是一个 这个清除的过程 并不是你一个主动的过程 而是一个被动的过程 但是这个来的非常非常的快 可能这个清除的过程 连你自己都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 它已经 就是把你整个生活都搅得乱七八糟了 但是这个乱七八糟 它现在开始要重整 它现在开始慢慢回到一个正常的 就是那个拼图 它开始慢慢的重新拼整好了 拼完以后 它跟之前的那个拼图 是完全不一样的图案 不一样的图形 所以 你会觉得 啊 你 你的那个自信回来了 你的那个自己 真正的自己回来了 就开始 嗯 就开始发现 那个频率 开始往上升 那个频率开始 往上走 然后你就会发现 你的视角 变得不一样 你看待 你的身边的人 事物 它都会变得不太一样了 可能你本来会觉得 你的工作 你觉得 哦 就是为了赚钱 就是为了生计 但是你会发现 当你改变了视角以后 你会发现 从这个工作当中 你找到了它 给予你的一份满足感 你从这个工作当中 找到了一份 除了 稳定的收入之外 你还看到了 另外的一条路 另外的一个 能够去发展的一个方向 对 这个是我看到的讯息 选择第二组拍的朋友 我们看看还有什么样 更多的讯息 给到我们 我这边还看到 你会有很多的 个人的成长 在2021年的时候 这个个人的成长 可能是你会去 把钱投到自己身上 比如说你会去 学习一些新的东西 学习一些课程 报名去参加一些班啦 或者是 你会去练习 比如说你本来 就像我刚才打的比方 你本来是一个 不太敢在公众场合 讲话的人 那现在你开始 去做这个练习 去开始 让自己变得 能够成为一个 在公众场合 能够讲话的人 能够去表达自己的人 能够去 让你的自己的内在 去得到一个成长 就像我刚才讲 你可能就是 看事情的角度 会变得不一样 我们再看 选择第二组拍的朋友 还有什么样的讯息 会有什么样的礼物 给到选择第二组拍的朋友 选择第二组拍的朋友 我这边看到 就像我刚才讲的 之前你们的生活 就变成那个 就是碎片 就是至少是生活的 其中一个部分 它变得 变得 就是支离破碎 需要你去 把一些多出来的 碎片去把它丢掉 然后去补充一些 新的碎片进来 那现在 2021年 我看到的是 这个碎片 它重新拼完整了 你的人生的那个 拼图 它又开始变得完整 而且这个完整了之后 它是一个完全 崭新的一块 拼图了 那我会看到 你接下去 像我刚才讲 你会去学习 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你会去追求 你自己的目标 你会去 可能你现在 已经有很多的成就了 比如说 你会有很多的一些 你已经学了很多 各个种类的课程了 或者是说 你已经在工作当中 已经拿了很多很多的荣誉了 或者是证书啊这些 但是你会去追求 更高的你自己 你会去向下一个目标 去努力了 这是在新的一年里面 我会看到的这么一个讯息 那我会看到 这个新的目标 能够给你带来 带来一种满足感 带来一种 就是完全的那种 内心的富裕感 那就像我刚才讲 那种内心的富裕感 会让你从内而发的 去展现出来那个气场 给到别人的感觉 就是哇 你简直就是 重生 或者是你简直就是 变了一个人一样 那另外我看到 还有一些讯息是关于 如果说 你们接下去 有朋友想要去做 创业这件事情的话 我会看到 你们会有一个小团队 一起合作 对 你们会有一个小团队 一起合作 帮助 就是大家有一个 共同的目标 去打造这个 新的这个事业 而且我是看到 你们有 天使在守护着你们 在接下去的这个 追求下一个目标的 这个过程当中 那如果说 想要去 有想要进入 婚姻的殿堂的朋友 我这边有看到 你们接下去 就开始要进入一个 一段比较稳定的生活 一段稳定的婚姻当中 或者是 你们的那个 关系会变得很稳定 很平顺 就是没有那种 大起大福 什么的 我再看看 还有什么样的讯息 如果说 在等待 想要生小孩 有小baby的朋友 我也看到 接下去 会有小天使 来到你的身边 那这个天使 他不一定 是女生 也有可能是男生 我看看 还有什么样的讯息 我刚刚才讲到 会有人 接下去 会进入一段 非常稳定 非常稳定的 关系 我就 看到这个牌 union 你们会 就是结合在一起 就是 他其实不仅仅 是在讲 说 你和另一半的关系 会进入到 婚姻的殿堂 如果说 你们没有要结婚 我会看到 你们两的关系 会很稳定 如果说跟婚姻 没有关系 你们的合作关系 事业当中的合作关系 也会变得很稳定 那另外的话 我会看到 就是你们的生活当中的 方方面面 他都会开始 本来他可能就是 我要怎么样用语言表达 我看到的那个景象 就是 他可能 那个顺序 他是没有排好的 可能 一 他在到十的位置 二 他到七的位置 就是 他是乱的 然后 现在开始 他慢慢都是 要走上正轨了 就是他 一 他就回到一了 二 就在二的位置上 就是你所有的 生活的那个板块 他开始 重新组合了以后 要变成一个 完整的板块 给到 给到你一个 全新的生活的 一个 一个整体 对 我们这边 还有 expansion 你是能够去 继续的去 释放你自己 去扩展你自己 不管是在 视野方面也好 还是在你的 看待问题的角度也好 还是在你的 个人成长方面也好 你都在扩展你自己 包括你的能量 你也在扩展当中 delight 哇 你会觉得 收获到非常非常多的 开心 快乐 轻松 和满足 对 这个是我给第二组牌的 朋友们的一些解读 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 那喜欢我的朋友 请帮我按赞 转发 要关注我 谢谢你们 新年快乐 OK 我们来看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 第三组牌的朋友 excuse me 我接收到很多 很多有一些属于比较 其实都是已经过去了 但是这个能量给到我的感觉是比较 比较低 比较混乱 比较重 嗯 我不知道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 你们之前经历过什么 你们可以在评论区跟我分享 我感受到的能量是你们经历了 如果说你是在情感当中 我感觉到你们是经历了 那种压力 那种撕心裂肺 那种伤痛 那种就是讲到情感这一块 你们就会动不动就流眼泪 我现在讲到这个 我自己都想要流眼泪 就是你们的那个能量 我身体感觉到了 就是那种 那种痛 哦 我觉得好痛哦 我都难以用语言形容 就觉得 就觉得哇 好痛哦 嗯 对 这个是在情感的部分 那我看到 它快要过去了 亲爱的 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们 它快要过去了 嗯 我会看到 压在你们身上的那些 那些重量 压在你们胸口的那些 伤痛 它已经开始要告一个段落了 虽然那个记忆 那个伤痛的记忆 它还是会继续留在你的身体里面 留在你的胸口 留在你的心上 它没有那么快的走 但是至少这一整段事情 你可以跟它 说再见了 它已经开始 就是 是你之前的事情 它已经不是 你接下去 2021年的事情了 2021年的你 虽然 这份难过的感觉 它可能会时不时的出来 冒出来一下 跳出来一下 但是你的心态会改变 你的心态会变成 OK 它就在那里 我知道 我还没有完全的恢复过来 我还没有完全的 那个伤疤还是在那里 我知道了 但是我现在可以做我自己 我知道我要去做什么 我能够去察觉到这份感觉 我能够去看到我自己了 这个是我接收到一个很强烈的讯息 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 那尤其是在感情的部分 那如果说跟感情没有关系 如果是在另外的方向 比如说你在事业上也好 人际关系上也好 其实不管是哪一个方向 我先讲人际关系好了 在之前2020年 可能你在事业当中 在你的工作的那个环境当中 可能会听到非常非常多的闲言碎语 背后的那些议论 会让你觉得非常的不舒服 压力很大 你很想要去逃脱出来 很确切的说 你不想要去面对那样子的一个工作环境 那其实接下去我看到的是 你有机会去跳脱出来了 你有机会去远离那些东西了 那些 那些人眼 人眼的那些 让你觉得不舒服的一些 别人的语言的攻击 或者是语言的一些 让你不舒服的评论 对 那在工作方面的话 我会看到 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 这个工作 让你觉得压力很大 那这个压力 它其实不一定是来自于这个工作本身 它这个压力是 你给予你自己的一份压力 是让你 是你会去思考很多 去想很多 可能你是想要努力的去把这份工作做好 可能你是想要去 赚 想办法去赚更多的钱 来 比如说 支持家里面的开销啊 等等的 那我会看到你的想法太多 你的想法非常非常非常的多 多到有一点 你把自己给淹没到你自己的想法里面了 有一点把自己给困住了 因为 就是会 多到有一点太混乱 不知道从哪里去下手 开始去做了 那我会看到你接下去会慢慢的变得 松一点起来了 那个 那团 打结的那个毛线 它开始开始松开来了 它没有 没有那么的 那么的 那个结没有打得那么的紧了 那这个其实 那句话是怎么讲 打 打结还 解铃还需 细铃人 对不对 那你就是 你就是那个 你自己的细铃人 因为你开始去真正的去思考到 思考说 你这些想法 有没有 就是开始去删选 就是你可以 其实我可以 我觉得有一个方法可能会对你比较有用 你可以把你的所有想法去写下来 那你觉得有什么可以适用到的 你就去把它勾选出来 那就 比如说你本来有十个想法 那你现在就只剩下三个想法了 可以就是现在马上就可以去 把它去行动起来的想法 那可能会对你来讲会比较轻松一些 对 那我看我们还有什么样更多的讯息 给到我们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 The world Four of cups Six of cups Seven of ones Page of ones OK 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 我这边看到你们可能 可能会有出国进修啦 或者是出差呀 会有远距离的一个旅行 或者是公式上面的一个出差的事情 那我会看到在2021年 真的是属于你们的一个 蜕变的时期 像我刚才讲的 尤其是工作上面和人际关系上面 很多的东西你们开始去清理 从你们的生活当中 从你们的工作环境当中开始去把它梳理开来了 那我看到在人际关系上面 你们可能会去选择不再去被那些评论所影响 不再去被那些人所影响 而是去做你自己 把你自己应该做的部分做好就好了 那另外的话 在工作上面 如果说你之前就像我刚才讲的 很就是 就是头脑想太多 然后没有办法去真正的去做那些事情 或者是压力很大的话 其实我会看到 你会突破你的压力 你会突破你的一些 我应该讲是舒适区 因为你之前想很多 是因为你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把它落实出去 那现在 现在的你 我看到你开始 那个脚开始跨出去了 开始要去为自己站起来 为自己去发声 为自己去战斗了 是能够去跨出你的舒适 去开始去 寻找一个 属于你自己的一个热情所在 属于你自己的那个 使命所在 你开始要去为自己而战了 那在情感方面 我看到 就像我刚才讲的 你们的一个 一个cycle要结束了 那这个cycle结束 我会看到 接下去你们会有 会有人 这个人 能够唤起你们一些 对于爱情 最纯洁的那份 回忆 那份最甜蜜的感觉 能够让你们得到 那个心就 就感觉被疗愈到了 感觉融化了 就是 你们渐渐的就开始 不会再去封闭起来 你们自己的内心 你们开始变得 愿意去敞开 愿意去接收 别的人进来了 这可能是要 到2021年 下半年的事情 没有很快 因为上半年 我会看到你们还在 继续的 封锁你们自己的内心 在情感这方面 对 还是会有一点 想要去 疗愈自己内心的 那些过往的 伤痛 对 那我这边还有 什么样的讯息 prosperity 你们会迎来 这个丰盛 这个丰盛 我其实不太想要去聊 关于金钱方面的丰盛 我会觉得 它的这个丰盛 是来自于你们内在的丰盛 你们会把自己的状态 调整好 调整到一个非常棒的状态 跟现在 比如说你现在的状态是 我们讲一到十分好了 十分是满分 一是最差的状态 你可能现在的状态是 三分 那等到 你调整好你的丰盛 你的内在的富足的感觉 那个 那个状态可能就到十分了 没有十分也有八九分 就是让你整个自信回来了 就整个 你的自我回来了 你把你自己找回来了 对 那我们这边还有nature 你会变得很 grounded 就是让自己变得很踏实 很 我应该怎么样用 就是让自己变得很 落地 对 落地 就是开始去 真正的开始去 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 而不是就是那个思绪 就是飘在空中了 就会把它真正的去落实下去 intention 你们会 把你们的注意力拉回来 拉到自己 我会讲更多的是 拉到 现在 拉到目前 而不会去 想说 哎 我这件事情做下去 它的结果可能会是怎么样 啊 如果说它结果是不好的 那我还是不要去做好了 而是更多的是你 现在把它拉回来 放到现在说 好 我想要去做这件事情 那不管它成不成功 我现在只要去做了就好 我不要想太多 就会变成是这样子 对 那这个是我给选择 第三组牌的朋友们的一些解读 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 那喜欢我的朋友 请帮我按赞转发 要关注我 谢谢你们 新年快乐 Bye OK 我们来看选择第四组牌的朋友 Queen of Swords Six of Wands Judgment Ten of Pentacles 选择第四组牌的朋友 我这边看到的讯息 首先你们会迎来成功 迎来丰盛 迎来满足 迎来你们的闪光点 你们的人生的巅峰时期 当然我不是说这个巅峰时期 就是那个一个点 它会持续 对 我这边看到还有什么样的讯息 我会看到你们跟家人的关系 会变得很融洽 很 就是会 有点享受那种天伦之乐的感觉 就是家人会聚在一起 大家畅所欲言 另外的话 我会看到你会有很多的机会 有新的机会来 有新的机会来 而且这些新的机会是让你 让你能够去 让你能够去展现你自己的 另外我看到你的 如果说有灵修的朋友 我看到你们的直觉力非常非常的强 你们能够很快的就判断出来 这个是不是我要的 那个决定是对的还是错的 或者是 我应该怎么样去进行我的下一步 你们就下决定可以下得非常的快 能够一眼就能够明白 就能够看清楚整个事情 它的发展 它的结果 而且你们的 主要是 你们内在的声音 你们连接到了 那个声音 能够给到你们一些讯息 对 那我举个例子好了 其实 那天有朋友问我说 你一直在讲说 那个连接到声音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我举个例子 我今天早上才在帮朋友看 他在问我一些问题 他 他说你帮我看一看 我的婚姻状态怎么样 我 我跟孩子的关系怎么样 其实 就是 你去 就是 我是 我打我自己的比方 就是 我要去帮他看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是怎么样 我是闭上我的眼睛 我是完全的 静下来 我的大脑就像 就是像 开了另外一个开关一样 就 就把本来的一些 白天我在做的事情 我就 我就关掉了 我就去 专门去 链接它的能量 我就把那个开关打开 然后我就去 听 好像我这样子讲 还是有一点 不太能够让大家明白 可能我需要 用画面的那个 表现方式 改天我要不要再 做一个直播 或者是什么 跟大家分享那个 那个到底是什么样的 一个声音 就是你能够真正的去 但那个声音就像是 从你自己的肚子里 发出来一样 或者是从你的脑海 中出来一样 就它会告诉你 是还是不是 这个事情的进展状况 会如何 就你是真正的 是能够去 得到那个答案的 对 那 好 言归正传 选择第一四组牌的朋友 我这边看到 你的原生家庭 原生家庭 如果你之前 跟原生家庭 有过一些 什么样的事情 一些什么样的 就是你会觉得 有得不到爱啊 或者不被肯定啊 或者是不被允许啊 种种此类的 我会看到你在2021年 就是接下去 你会专门去 疗愈你自己的这个部分 让你变得跟家庭的关系 变得很融洽 从另外的一个角度 去看待家人 去感受到他们对你的爱 对 因为我们经常都在讲说 我都 我觉得他们都不爱我 他们都不支持我 什么什么之类的 我会看到你们 是真的是能够 去感受到他们的爱了 那他们其实没有变 变的是你 对 那我这边再看 我们还有 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 还有什么 哦 sorry 选择第四组牌的朋友 因为我平时都抽三组牌 今天我就是得到讯息 让我要选四组牌 我觉得 还好我今天选了第四组牌 我觉得第四组牌 你们好棒 只要选 我觉得选到第四组牌的人 你们的 就是接下去 宇宙给到你们的很多的礼物 新的一年的礼物 都好棒 就是你们被看见了 你们的直觉力也很强 然后你们能够获得事业上的成功 也能够获得 金钱上的丰盛 也能够获得情感上的满足 就是我觉得 好像 都很棒 对 我们选择第四组牌的朋友 还有什么样 更多的讯息给到我们 Page of coins ace of coins Aid of Swords Page of Wands Queen of Swords 哇 选择第四组牌的朋友 你们周围 也有也太多 也太多能够帮助到你们的人了吧 也太多贵人了 然后如果说 你是在等待桃花的话 我看到有很多的桃花 真的是很多 这个 我会觉得接下去你们 如果说你们想要 哦 我看到了 你们是 你们会有很多的 如果说你是 比如说你是 做生意的 你们会有很多的客户 就你们身边会有很多的人 如果说你是一个老师 你会有很多的学生来找你 如果说就像 比如说如果说你是做YouTuber的 你会有很多的关注者 如果说你是做 不管是你是做什么 你会有很多的追随者 很多的拥护者 我看到好多人 在那里 为你鼓掌 为你 就是在听你讲话 嗯 就是 对 他们就 他们给我的感觉就好比是你的贵人 就类似于是你的贵人 给你带来财富 给你带来满足 给你带来自我的一个 嗯 那个自信 那个内在的一个 风神 对 那如果说 嗯 如果说是桃花的部分 我看到的讯息是 我看到的讯息是 这个人 我看到有两个桃花 一个桃花 它是可能跟你 嗯 其实你很容易去分辨这两个人 一个是跟你年龄相仿的 一个是跟你年龄相仿的 那这个人 嗯 这个人他 他很有活力 很有 很有动力 很有创造力 那另外一个人 他可能 他的年龄比你大 也有可能他的内在比你成熟 他话不多 但是他 很有自己的想法 很有自己的 嗯 他很多思路都 都放在自己的内心 他不太会拿出来跟你讨论 对 这是我看到的两个人 嗯 对 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是 接下去 选择第四组牌的朋友 你们的决断力真的 那个那个敏感度非常非常的高 如果说你之前是一个 有选择综合症的人 选择那个纠结 纠结症的人 你会完全的改变 我看到就是比如说你可能本来买东西 你说我要买粉色 还是我要买蓝色 你接下去你完全不会想都不想 你就知道自己要 要这个粉色了 或者是你自己知道要那个蓝色了 你都不需要去打打电话 打一圈问朋友说 哎 到底哪一个好啊 你觉得 就完全的会有一个 会有一个就是很自信的部分展现出来 imagination 其实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选择第四组牌的朋友 你们的直觉力有很大的一部分是来自于你们的想象力 因为我们的大脑它其实很多时候它分不清楚到底是我们想出来的事情还是现实生活当中发生的事情 但是为什么我一直在讲你们的直觉力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厉害 而且你们接下去 我其实如果说你是有做灵修的朋友 我其实会感受到你们的那个跟宇宙的链接会变得很强 非常的强 你们能够接收到那些讯息 patience 你们的耐心 我应该怎么讲这个 关于这个耐心是 首先我想要讲的是 你们之前的所有的努力 你们所有付出的等待 它马上就要有结果了 宇宙在跟你们说 它已经在来的路上来到你们身边了 那另外一个耐心 我是会觉得跟家人的耐心 去疗愈你自己跟原生家庭之间的这个关系的时候 你可能会经历反反复复 你可能因为你有很多的人围绕在你身边 你可能是家里面受到关注的那个 可能家人给到你一些各种类型的压力 或者是各种可能家人会念你 或者烦你之类的 这时候他想要告诉你是需要耐心 你可能会就觉得 我自己疗愈了半天 我以为我觉得都好了 结果我又回到了原来的那个模式 你要给自己耐心 也要给发生的那些事件耐心 要一遍一遍的重新的去整理你自己 你会发现它是有进步的 它是能够变好的 Support 当你需要任何的支持的时候 要记得你的守护天使 你的指导灵 你的在宇宙的精神父母 他们都在支持着你 对 那这个就是 我给第四组牌的朋友们的一些解读 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 那喜欢我的朋友 请帮我按赞转发 要关注我哦 谢谢你们 大家新年快乐 拜拜 拜拜